二战中损失最惨重的十大国家 美国榜上有名 苏联位列其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 并且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 各主要参战国大都损失惨重 前后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战 战争波及了超过20亿人口 要知道 当时全世界的人口也不到30亿 而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盘点一下 损失最惨烈的十个国家 一 苏联 不少人恐怕都会认为 我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最惨重的国家 因为我们的对手日本 确实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国度 日本军队也一向被认为是杀戮机器 没有任何人性的恶魔 但其实伤亡最惨重的反而是苏联 根据苏联官方所公布的统计报告 在战争期间 该国的总死亡人数达到了2660万 总伤亡人数更是超过了6000万 这相当于当时苏联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伤亡比例为总人口的33.3% 死亡病例也达到了惊人的14.4% 这和苏德战场的规模特别大 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其实啊 苏德战场才是二战中最惨烈 最激烈的主战场 苏联和德国先后动员了超过4000万兵力 双方也打过历史上十分罕见的歼灭战 比如说战争前期的基辅维歼战 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 列宁格勒保卫战 以及莫斯科战役 双方的死亡人数动辄就是数十上百万 并且在战争初期 战斗主要集中在苏联境内 还导致了数量庞大的平民伤亡 而且平民伤亡很难得到有效的统计 所以啊 有不少的历史学者都认为 现在所公布的苏联伤亡数据 只是能够统计到的数据 未知的伤亡更是想都不敢想 苏联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了 但是当年的红军在反法西斯作战中 为整个世界所做出的贡献 是不能被遗忘的 中国 现在轮到我们的祖国了 本身也是二战的战胜国 我们为这场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人员和财产的损失角度上来看 我们是损失第二严重的国家 根据官方所公布的权威数据 在抗日战争期间 全体军民的伤亡总人数超过了3500万 其中死亡人数就达到了一半以上 虽然当时的总人口高达4.8亿 伤亡比例并不如苏联那么多 但是依旧是非常惊人的伤亡 比例占到了全国人口的7.3% 而按照1937年的国际汇率来算 这场战争给我们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 就超过了1000亿美元 间接经济损失更是算都不能算 不过我们在主战场上牢牢的拖住了日本人 日本军部把自己陆军的超过80%都部署在了我们的领土上 如果没有我们 恐怕美国想要获得太平洋战争的胜利 不会那么简单 更别说作为二战战胜国的我们 却没有获得什么太多的实际利益 在战争结束以后 我们的领土面积不但没有增加 反而还有所减少 而在我国的国土上 有超过60%的城市都化为了废墟 作为战败国的日本 也并没有给我们做出直接的经济赔偿 这场战争直到现在为止 还是很多华夏儿女心中永远的痛 德国 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德国在战争中的损失也很巨大 毕竟他们也是主要的参战国 而二战主战场之一的苏德战场 其实就是苏联人和德国人在血战 根据西德政府在1954年所作出的统计 德国军队在战场上的直接损失超过了800万 全德国的总伤亡人数为2800万 在战争进入到末期以后 苏联攻击到了德国本土 因为德国军队在苏联的领土上造了很多孽 所以苏联红军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报复 这同样造成了数量庞大的平民伤亡 在战争结束以后 德国被彻底分裂 后来逐渐形成两个主权国家 一个是民主德国 一个是联邦德国 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 90年代初才重新融为议题 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完整主权国家 但是他们在二战中损失了大量的领土 甚至就连近代德国的发源地东普鲁士都归了俄罗斯 成为了现在的福尔加格勒 英国 不少人恐怕会感到有些意外吧 为什么英国能够在这个榜单中排到第四 不管怎么看 英国都并没有在任何一个战争的主战场上发挥决定性作用 在刚刚开打的时候 英国就被德国海军的狼群战术压得喘不过气 怎么看都不应该有那么大的损失 但是我们需要从整体的角度上来看 而不能只看约翰牛在军队方面的损失 英国方面的军队总阵亡人数只有40万 伤亡人数也只有160万 伤亡比例只占总人口的不到3.4% 远远不如我们 德国以及苏联 可问题是战争让英国彻底失去了全球优势地位 在战争爆发以前 这个国家虽然有所衰落 可是却拥有着数量庞大的殖民地 并且还在金融方面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力 但是因为在战争中受到了极为严重的打击 并且在二战结束以后 又受到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刻意针对 它的殖民帝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分崩离析 现在的英国也只不过是一个二流强国 虽然是战胜国 但是其实混得还不如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好 现在德国可是欧洲公认的经济发展引擎 波兰 德国闪击波兰被认为是二战爆发的象征 虽然德军凭借着闪电战的战术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击溃了波兰 所以该国的军队损失并不算特别大 大多数军队其实都在开战初期就投降了 可问题是 在被占领以后 纳粹德国在波兰设立的地方总督 采取了非常严酷的种族屠杀政策 这也让波兰的损失十分巨大 根据战后波兰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官方数据 该国在战争期间的总伤亡人口达到了730万 并且其中有630万人都直接死掉了 波兰恐怕是所有主要参战国中死亡比例 占伤亡总数最多的一个国家 要知道 在战前 该国的总人数超过了3000万 所以相当于打了一场战争 有五分之一的波兰人都消失不见了 而其中有近一半都是波兰犹太人 他们均死在了党卫军的屠刀之下 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是在战争初期就沦陷的国家 但是他们的内部抵抗是非常激烈的 该国建立了大量的游击队 与德军进行了长达四年的游击战 这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 该国对二战欧洲战场所带来的贡献 是不等被忽视的 根据在二战结束以后 南斯拉夫联邦所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 在战争中 其国家伤亡总人数达到了470万 死亡人数为170万 伤亡比例占了国家总人口的19.8% 死亡占比为7.7% 日本 日本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是战争的发起国 以及战后的主要战败国 而该国的本土 其实并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损伤 除了广岛和长崎挨了两颗原子弹以外 日本本土并没有发生严重的冲突 所以本国平民的死亡人数是比较少的 大部分战死的都是士兵 在战争中 日本军民总亡人数达到了290万 只占人口总数的3.86% 日本更多的是经济损失 损失总额达到了8000亿美元 但是在战后 日本成为了美国的附庸国 得到了美国大量的支援帮助 所以经济复苏速度非常快 现在日本还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意大利 意大利是法西斯轴心国三兄弟之一 但是其实在战场中的损失并不算特别大 因为他们的影响力本来就不大 意大利军队在战场上 也没有起到什么太过明显的作用 作为一个总人口为4400万的国家 在战争中的总伤亡人数仅有70万 死亡人数也只有20万 死亡比例只占全国总人口的0.45% 虽然该国的军队广泛地活跃在北非战场和苏德战场之上 可是有的时候做出的贡献都是负的 所以也没有那么多可说的 法国 法国是现在的世界主要强国之一 可是他们在二战中损失恐怕是所有主要参战国中除了美国以外第二少的 这主要是因为法国战败的太快 在德国的闪击战之下 高卢雄击仅仅只坚持了39天 阵亡士兵总人数不超过10万人 后续还有接近20万的平民死亡 死亡总比例也只占到了总人口的0.65% 美国 美国因为得天独厚的战略位置 在战争中其实并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损伤 除了在太平洋战争中 美国海军有较大的损失以外 美国陆军海军陆战队以及空军的损失均不大 美国阵亡的基本上都是士兵 总人数超过了35万人 仅占美国全国总人口的0.25% 并且在战后 美国凭借着在战争中掠夺的大量资源 很快成为了世界新的霸主 可以说二战的所有主要参战国中 就属美国损失小收获大 如果没有二战 美国不知道还要通过多长的时间 才能逐渐替代欧洲在全球体系中的优势地位